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嗨 大家好 欢迎收听《声东机西》 我们一起用对话来发现更大的世界 我是徐涛 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程志武教授 我想很多听众都听说过他 他是著名的经济学家 是香港大学冯氏基金的讲习教授 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 他原来也是耶鲁大学原金融学的终身教授 哈喽 程老师 您好 你好 徐涛 今天特别高兴能够邀请到您 因为我感觉我之前很感兴趣的一些话题 其实都能够从您的研究和诅咒当中 得到一些心智和视角 就比方说您在您的新书《文明的逻辑》 一开始其实是回应了一本我还挺喜欢的书 这本书是《枪炮并军于钢铁》 然后当中有个观点是说 农业发明是人类挺大的一个错误 因为农耕定居之后人们的身体状况 其实是变糟糕的 身高也变糟糕 不平等的起源也是开始于此 后来以色列的哲学家赫拉利 可能在畅销书《人类结史》当中 也是重申了这个观点 所以就我当时看到您在《文明逻辑》当中 做出呼应的时候 我想 哇 这不就是我当时想提问的吗 就为什么这么糟糕的一个发展 人类还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它 所以这本书感觉的确延展出来的很多讨论 都非常跨学科了 对 是的 首先我们看到像那个枪炮 病菌与钢铁 戴蒙德的这个 好多年的畅销书 其实它也是受 唯生产力论的影响 工业革命 也就是1780 1800年左右 工业革命发生以来 劳动生产能力 物质生产能力 发生了非常大的跳跃 所以回想起来 在19世纪的时候 很多的西欧学者 不管是枪炮 病菌 与钢铁这样的书 还是像赫拉利的 《人类结史》 更不用说其他的书 还包括莫吉尔的增长的文化 几乎所有的书 自从19世纪上半叶一来 都受到 唯生产力论的影响 但是我后来 因为我自己是学金融出身的 我们总是会强调 投资决策的时候 你不能够只看到回报 看回报的高低 你不能够忽视掉 这个风险的高低 所以我们总是在金融里面说 收益率和风险 两个指标 必须在同时放在一起来看 所以我后来的话 当我对文明史 经济史感兴趣以后 我就觉得很奇怪 就像戴蒙德说的 实际上在物质生产能力方面 进入定居龙根以后 还出现了一些根本性的下行 定居龙根以后的农民 平均升高了 都比原始社会 狩猎采集的原始人 要下降了0.1几米 那么多的 我后来的话 我就觉得 如果按照 维生产率的这个标准 评判的话 在工业革命 1800年 工业革命发生之前 人类社会几千年 每个人的人均 劳动收入 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那这样一来的话 连那个基督教的出现 伊斯兰教的出现 儒家的这些发展 都没有任何意义的 因为按照生产率 这个作为唯一的判断 人类文明是进步了 还是倒退了 所以我这个书里面就是想 基于这样的一个背景 要做一个调整 做一个修正 对 所以就是您相当于是 把风险 这个引入到了 观察历史当中 把它作为一个变量 我觉得比较精彩的 就是说 当把风险引入进来 就会看到很多制度 它是因为要规避风险而产生的 然后因为要规避风险 这个制度产生之后 它又影响了文明的进程 使得进一步产生了新的 不一样的制度 然后以至于到最后 可能东西方文明 或者很多文明 有不同的走向 我觉得这个论证是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当中最有意思的一个 是我自己看的 特别享受的一张 是讲海上思路 其实这个也是 为什么是我感兴趣的 是因为我之前看一本书 是那个斯坦福历史学家 Ira Morris 写的那个 《为什么西方统治世界》 就他有一大篇幅 也在问说 为什么是西方 发现了新大陆 然后当然 他是从那个地理决定论 来开始讲这个的 然后您是完全 又是引入了不同制度风险 其实那个Ira Morris 我对他的研究 还是很喜欢的 第一说 以前听他讲座 他就说 你们研究历史 都是以十年十年 或者一年为单位的 我研究历史 是一千年 或者是一万年 为基本单位的 所以他做的研究 我那种非常宏观的 史度非常值得 大历史 我是非常喜欢的 但实际上 他也是比较典型的 受这个生产率 生产力作为 判断人类进步这个指标 当然他在有些书里面 谈到了关于人类 怎么样管理好大城市 从开始管理好小城市 到后来管理这个大城市 几百万人口的 甚至上千万人口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 他不只是像那个 戴蒙德的样子 去关注生产力的 这个变化 所以Morris 还关注这个社会 本身的这个组织 是有哪些创新 比如说像建立 长城这样的大的工程 这不是原始 这不是原始狩猎 采集的社会的人 能够做出来的 因为这个里面 要协调几千 几万个这个劳工 去修这个长城 这不是一件小事情 所以小Morris的话 我记得他有一本书里面 也具体谈到 像做这样的大的工程 这反映了 人与人之间的协调 组织的这个能力 是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是哪本书呀 有一本叫 Mature of Civilization 就是文明的度量 文明度量那本书 太多数据了 当时看的时候 就是满篇都是数据 是的 关于那个海上丝绸之路 也这些研究的 写的书也比较多 但是很少从那个 不同文明在海上丝绸之路上 那个表现 不同表现的一个角度 来去研究的 特别是 因为我是在美国 生活了三十几年 以前的话 就一直有一些观察 比如说 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后 他们来主导了 这些主要的海洋上面的 那个贸易商路 现在看起来 比如说英国人 在北美开发了 很多的殖民地 他们把英语留在了 今天的美国 留在了加拿大 他们到了这个 太平洋这边 印度洋这边 又把英语留在了 澳大利亚 新西兰 甚至于印度这些地方 当然我们都说是 他们开发的 这个殖民地了 然后西班牙人 葡萄牙人 把他们的语言 要么留在 像现在的巴西 他们讲葡萄牙语的 南美洲 中美洲 其他的社会 都是讲西班牙语 现在的话 连那个 我们讲到的 菲律宾 在亚洲这边 也是讲西班牙语的 国内的历史学者 会强调 海上丝绸之路 是中国人先做起来的 而且说是 从战国时期 开始做起来 然后到了汉朝 有很多的发展 到了唐 更加是把海上丝绸住的 发展很多 我就是想 问一个问题 那既然沿海的 这些中国人 在海上丝绸之路上面 经营了 主导了 这个一千多年 甚至将近两千年 那为什么没有在沿途 不管是在印度洋的 在阿拉伯海那一边 沿途什么地方 把中文给留下来 也没在印度洋 印度的沿岸 留下这个中文 甚至到了泰国这边 到了印度尼西亚这边 也没有留下什么 所以这个里面的话呢 我就一个好奇的问题 如果说 海上丝绸之路 经营了那么久 就为什么没有留下 中国文化在各个地方 对 其实您书里边 就是有一段史料 我当时还挺惊讶的 就是说即使是在宋元 中国南部海上贸易 特别发达的时候 那些做生意 做得很大 很好的也是穆斯林 就他们更加 能够承担风险 更加愿意去进行 海上长城贸易吧 因为从阿拉伯到广州 单程一趟也是 风险非常大 耗费的时间特别长 原来在阿拉伯 跟广州之间 单程大概要花一年时间 阿拉伯商人在广州 为了销货 然后又为了进货 花两三个月的时间的话 那整个一个来回 要花两年到两年半的时间 所以大家要知道 那个时候 商船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 乘下去的概率 大概超过50%的 就是一半多的船 是没办法扶得回去的 所以那个时候的这个贸易规模 必须的很大 因为它走的那个路程 时间那么长 每一艘船上面放的东西越多 那涉及到金额也就越大 好多的船员死掉 好多的船要沉掉 等等 这些好方面的风险 都是非常大的 那么你怎么样 把这些风险给分散好 让每一个参与的个体 所承担的风险 不要太大了 所以我讲这个意思就是什么 为什么阿拉伯 穆斯林商人 很快地在海上丝绸之路上面 是真正地唱主角的 而不是华人 在那个海上丝绸之路上 唱主角 为什么他们有这个能力 当然我在书里面讲到的就是 这个伊斯兰教徒的这个组织 使得这个不同的信徒之间 能够相互信任 在一个比较广的范围之内 即使是不是亲戚 也不一定原来是朋友 但是只要是共同的信徒的话 他们之间有更强的信任基础 这样一来的话 让穆斯林商人 再进行跨期舍账 先去把货运走 再把货运到阿拉伯 或者是把阿拉伯的商品 运到广州卖掉以后 再还给他们当地的 这个穆斯林商人的 还他们这些钱 这个是他们之间可以做到的 但是基于儒家文化的这些华商 他们就做不到这一点的 因为他们只能够 基于这个亲戚 这个有血缘关系的人 进行那个设账借款 才信得过的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这个华商能够经营的 海上运输的 海上那个商贸的 那个规模就比较小 因为你这个家族 宗族哪怕是再有钱 也是比较有限的 特别是儒家的这个熏陶 给我们的教育 是父母在不远游 落叶归根这些 所以这样的话 就使得中国人 即使到今天 在21世纪 像我们这些人 到美国 还有很多人到这个欧洲啊 等等 但是中国人呢 很难在当地啊 总是能够砸根下来 就是因为我们受到 儒家的这个父母 在不远游 这个 但是对于这个 乌斯林商人和基督徒来说 在全球 不管是什么地方 只要有教堂 有清真寺 地球任何地方的清真寺 祭拜的照样是 同样的一个真主 不管在哪里 只要进教堂 他都知道 祭拜的是耶稣基督啊等等 儒家主张的是 不管你走到哪里 去做贸易也好 做生意也好 做完了 你赶快要回到老家 但是那个 对于这些 一神教的信徒来说 是完全反过来的 因为现在也有 从泉州挖出来的 那个考古挖出来的 那些墓碑啊 然后很多墓碑上面 都是讲得很清楚的 先知 穆罕默德说 这个知识即使在中国 也要求知 再一个呢 死因异乡者 是壮烈之死 壮烈的一生 大概有 有这样的一些话 但是在中国的话 这样还是反过来的 对的确读到这里的时候 我感到非常的 就相当于是打开了 我另外一个 看待这个 就整个历史的一个看法吧 就的确是中国更加基于血缘 基于宗族 所以他人和人的关系 更加是向内的 他的可能上面 就有个规模的上限 但是一旦信任的是一个神 并且有像您刚刚说的是 要去步道 要把神的旨意散布到各处 那他通过这种组织 可能建立起来的 更大规模组织 然后陌生人之间的信任 的确是突破了宗族 可能达到的这个限度 这个是您通过风险的研究 发现的 还是之前有一些学者 已经发现了这一点 据我的了解 是没有其他的人 没有看到过其他的人 从这个角度来解释 我们崇拜的是祖先 穆斯林崇拜的是真主阿拉 基督徒崇拜的是耶稣基督 同样的一个神 一个宗族 典型的宗族 最多就几百个人就不错了 但是基督教徒 根据那个旧约全书 这个新约全书 根据圣经来规范的 那个古兰经的 又是伊斯兰教的 统一的规范 他这些规范呢 是跨越血缘组织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你刚才说到了 这个一方面呢 他们这个分散风险的 这个范围啊 这个汇集资源的规模 比如加的一个基于 宗族及血缘宗族 建立的那个互助的 网络互助的体制啊 是完全不可比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有的时候想一想 这个文化的影响是 很大很根深蒂固的 对 宗教它本身是有个 避险的机制 因为人们可能 面临大的灾难 需要有这个超脱血缘 超脱出宗族 超脱地狱等 就像是济贫济困吧 然后同时这个避险机制 反而在像发生在海上 思路的时候 使得人们更大的 能够去 去面对更大的风险 因为就比方说那个 如果在当地的话 风险是有限的 但是你去航海 你去跨越一个大洋去 那个是更大的风险 推动了新的贸易 它因为避险产生出了制度 然后这个制度 推进了新的文明进程 我觉得这一系列的 非常的有意思 这里的话 我当然在书里面 我的主要的命题就是 人类文明化进程了 尤其是到工业革命之前 主要是因为风险挑战 被催生出来的 解决好风险挑战 那是更主要的 这个催化级 这个推动力 这个道理蛮简单 特别是像今天 我们不管谈起上海 不管是谈起北京 还是其他地方 一方面经济增长 面对一些压力 另一方面 这个新冠病毒 带来的这么大的冲击 所以就使得我们 突然之间感觉到 哇 这个原来以为 只要有高楼大厦 有好多套房子 有很多的物质的东西 我们就可以 日子过得像神仙一样的 是吧 但现在发现的话 即使你有很多物质财富 如果你没有办法 事先把未来可能出现的意外 出现的不正常 非常态的那种事件 把那些风险都给规避好的话 到最后你有那么多的房子 有那么多物质财富 不解决任何问题的 你照样可以饿肚子 照样可以家里面有的人饿死 或者是没办法去治病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一直强调的 就是如果人类自古以来 一直都是只有常态的生活 没有非常态的 没有非不正常的生活 那么人类就不可能有苦难 也不可能有暴力 也不可能有战争的 所以恰恰是那些 非常态的生活挑战 也就是我讲的那些风险事件 什么叫风险呢 风险就是不正常的生活状态 任何会把我们的生活 打入不正常的那些事件 都是我们讲的风险事件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这一次很遗憾的 就是上海那么多的 还有其他地方那么多的人 经历那么多苦难 但是这些教训呢 另一方面也给我们提醒了 过去几十年 大家只关注增长 只关注物质生产能力的提升 物质产出的越来越多 越来越丰富 没有人去关注风险挑战 怎么样做好准备 怎么样应对好 这实际上我们过去几十年的做法 也是违背了孔子讲的 不换瓶 而换不安 不换瓶就是说 你物质产出多和少 物质越多蛮好的 但是这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还是我们的生活 是不是能够有很强的安全感 对未来的生老病死 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暴力事件 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 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瘟疫 还有精神上的挑战 对这些非正常的 非常态的这些事件的出现以后 我们是不是照样能够活下去 能够有饭吃 有地方住 有衣服穿等等 这些是孔子讲的 才是更重要 所以解决安全挑战 解决风险挑战 实际上尽管孔子不是说这样的话 不是按照我的文明的逻辑 在书里面的话语来讲 实际上他讲的意思就是 跟我的书里面说的 实际上是非常一致的 我们不能只看增长 不能只看物质生产能力多高 同样重要的 甚至更重要的 是要解决风险挑战的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再回到刚才说的 海上思路的对比 因为中国人做的选择 就是孔子他们当时 尽管孔子说不换瓶 换不安 结果他找到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呢 那我们把所有的中国人 第一的集血缘 做一个分类 我们成家的 在我们湖南查林 我们那个村里面和周边的 成家的都是一个大的宗族 我们之间呢 要进行资源共享 风险分摊 我们一个成家 出了问题 有人生病了 或者是有人被打了 大家都一起 要帮到这个成家去打架 因为我们是血缘共同体的 对于中国人来说呢 这一位孔子 甚至从那个州公的时候 西州的时候就开始 就基于血缘来建立 这个合作 互助的这个网络 穆斯林呢 是基于这个共同的 伊斯兰教的这个信仰 来建立风险互助 资源共享的这个网络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马上看到 这两种方式啊 解决风险挑战的方式 某一些效果是一样的 就是让大家资源 能够更放心的 更新的过的去共享 出现意外的时候 受到这个非常大的 这个事件的挑战的时候 也就受到风险事件 挑战的时候呢 其他的这个族人 或者是同一个 清真寺的这些信徒啊 可以给你提供这个帮助 但是这个差别就在于 基于这个伊斯兰教的 这个共同体 和基于这个 血缘的这个成家共同体啊 这个人数上面 资源规模上面 是完全是两个 完全不同的数量集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在原来的那个经济规模 比较有限 这个风险挑战也不是特别大 所以你刚才说到了 原来如果只是 都是在家里面 在村里面种田 大概也就是啊 面对的风险挑战 也就是这么一些 旱灾发生了 怎么应对啊 大家一起来啊 随家团的粮食 比较多一点 来一起分享 水灾发生了怎么办 战争发生了怎么办 危机发生了怎么办 都是以这个血缘网络 很多情况下 都能够总体上 可以解决好 所以你刚才说到了 这个总结的马好 所以在海上丝绸之路 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说 比较显形的 就把儒家文明 跟那个一神教文明 彼此的这个优势 劣势的 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展示 特别是你刚才说到了 就是说一旦开启 海上贸易了以后 远途海上贸易了以后 这个风险的级别 跟简单的这个农业的风险级别 是发生非常大的这个变化 海上贸易发生了以后 提供了一个全新的 检测的 考验的这个场景 就看各个不同的文明 哪一些是 分摊风险的能力 是非常强的 哪一些文明 它分摊风险的能力 是很弱的 通过这个海洋贸易 就可以在工业革命之前 通过海上贸易 这种大的风险 经济活动 可以充分地给它展示出来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国际范围之内 研究这个文明史 研究经济史的一个 共识之一的就是 在大的工业革命发生之前 海上贸易的出现 这是最挑战 人的这个风险分摊能力 因为原来没有这么大的 风险的这个经济活动 因为大家可能 以前也看到过 像这方面呢 特别是后来 欧洲人来了以后 尤其是这个荷兰人 在17世纪上半期 来到了这个印度洋 和太平洋 做贸易的之后 他们在这个融资 分散风险这方面 就又比阿拉伯的 这个穆斯林商人 就做得更好 他们就推出了这个 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通过发行股票 全社会范围之类 发行股票 我是觉得 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 是一个非常好的 检验不同文明 对比不同文明的一个场景 对 所以就后来就是 相当于是 无论是西方 还是中国这边 都讨论的大分流 说大分流之前 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 其实如果按照您 书里说的视角 其实就是中国这边 更多的还是以宗族 所以它有一个 风险抵御的上限 但是西方 从那个医生教开始的 通过宗教来 分担风险 进行长城贸易 再到股份制 然后再到各种各样的 金融手段出来 非常明显的 就一个是医学员 一个是非学员的 看您书里边 也是往前推 说西方的文明 一直到往前 已经在选择了 这种非学员关系的 但是我没有在你书里边 找到说 为什么在那么早期 在那个夏商周 或者是古希腊 古罗马那会儿 就已经开始了 这样的分野 以至于到最后 引起了 现在我们讨论的大分流 横木兰 这个大分流的那个书 在中国历史学界 尤其是经济史学界 影响非常大 也对于这个 中西文明对比 讨论和这些兴趣 带来了非常大的推动 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但是大分流 也是另外一个典型的 就基于生产力 来判断 哪个文明更有优势 哪一个文明更先进 哪一个文明更落后 就在我看来 就是彭博兰 整个的书里面 都没有 从那个风险 应对能力的这个角度 来比较 看看那个中西方 是不是早就在 这个工业革命之前 应对风险手段 创新和安排 就已经有很大的区别 所以你刚才讲得很好 就是我在我的书里面 既然提出了 就是从风险的视角 来重新尝试 理解不同的文明 和整个人类的文明化的 那个进程 有了这个维度以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 哇 其实中国跟西方分道而行的 这个时间 至少可以推回到 轴心时代 也就是说距离现在 差不多2500年 孔子的时候 跟孔子同期的 就差不多同期的 就是古希腊的 波拉图 亚里斯多德 孔子做出的选择 甚至比他更早 到周公的时候 做出的选择 就是基于血缘 组织中国社会的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 和建构中国社会的 这个结构 所以这个是儒家 一开始 或者儒家之前呢 就开始做出的一个选择 就是差不多3000年以前 做出的选择 但是在西方 至少在波拉图 这个 阿里亚里斯多德的时候 也就是距离现在 差不多2500年以前的时候 他们更多的把重心 放在组建 大社会的 就超越血缘的 这个人际关系 所以他们在 古希腊 后来的话 在古罗马建立了 这个类似于像 那个今天的 拥有 把立法机构 执法机构 执法和司法机构 跟行政 要跟他分离开来 但中国这个 不管是儒家的 一代一代的儒家学者 还是之前的 都没有关注 这样子的问题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觉得 哇 实际上中西的大分流 不管是工业 这个生产利益上的 大分流 科学技术的大分流 还是这个应对风险 手段 这个安排上面的 这个大分流 就至少可以追回到 2500年到3000年 以前 我这个书写完了之后 实际上我这个书 一年多以前就写完了 从那以后 我就又开始 想要往前追 就看看 这个中西的 中西方的大分流 真正的出现的差别 是不是真的 就是大概在西州的 初期和到孔子的 春秋时期 还是可以更早的追回到 比如说 不只是夏商时期 还是 而是到这个龙山时期 到这个公元前 3000年到2000年之前 还是更早 我这一年都花蛮多时间 做一些 这些方面的 这个资料的收集 和看一些文献 所以让我觉得 哇 这个蛮有意思的 我们还有那么多东西 不了解的 所以就是您现在 也还没有找到答案呢 我最近也写过 有一些论文 更多的是 这个论文主要还是 谈中国自己的 就是我们这些 基于量化的考古数据 和不同历史时期的量化数据 做的一些研究 分析发现 5000到4000年 龙山时期 形成的这个 中国的发展格局 基本上 一直到那个 20世纪初 还是 影响是非常显著的 就是说 根据四五千年以前的 那个发展格局 大致上 可以预测 一直到 20世纪初的 中国各个地方的 发展格局 尽管中间 发生了那么多 改朝换代 那么多战争 但是呢 这个四五千年 以前的发展格局 就为后来的这个格局 就基本上定型了 当然后来的 主要的改变的地方呢 就是海上丝绸之路 带来的改变呢 就使得南方的沿海 从你老家 常州那边 再到这个浙江的 特别是温州那一带 还有余越 当年的余越像宁波 再往南的话 到这个明越 福建 南越 广东 这些地方的话 主要后来 兴起的比较快 主要是因为海上 丝绸之路 这些变化 倒是跟 五千到四千年以前 龙山时期 形成的格局 没什么关系 这是后来发生的 但是其他的 只要是内陆的 就基本上 四五千年以前 是什么样子 到十九世纪 基本上 还是那个样子 总体上 对 我看一些历史学家 可能说 那个地理决定论 也多一些 就类似于中国 其实是一个 非常舒服的 气候也非常适宜的 在一个大平原上 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 所以它可能应对的风险 相对少一些 如果按照您的框架的话 但是从古希腊期间 那么多的小的城邦 它已经开始有海上贸易 所以它是一种海洋文明 就是当然我这个是 瞎联想了 就肯定是没有扎实的 研究基础 地理因素起初是 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到后来的话 就是妙就妙在 这个 有些文化 它一旦把它启动起来 它就有它自己的优势 和它自己的生命力 一个例子就是 像湖南有一个县 叫里县 还有这个是石门县 就紧挨着的 里县是按照湖南人 今天说的 湖南出来的 和在湖南范围内的 很多的这个官员 特别是地区市的市长 市委书记 或者是更高的 这些官员 相当多的 远远超过 里县的人口比例的 这个数量呢 都是来自于里县 所以说 以前的话 湖南的那些知识分子 都不理解 为什么里县 就出这么多的官员 那个地方的人怎么了 就按照这个 许洪教授说的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但是实际上里县 它最初是一方水土 给他们提供这个便利的 就是里县范围之内 有湖南省境内 最大的平原 有两千多平方公里 实际上湖南 只有那个地方 一个平原 其他地方都不是平原 它又靠近那个洞庭湖 靠近长江 所以那边呢 大概在六千多年前 就出现了一个 比较大的规模的 古城翼 建了城墙 然后这个通过城墙 把那么多的几百个人 可能上千个人 全在里边生活 当然那个时候 最初的话 主要是为了防范 其他的人来抢东西 把其他的部落的人 来攻打他们 所以他们主动的 建立了这个城墙 就是因为那个 他们是湖南省 范围之唯一的平原 所以平原的地方 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你没办法 把你的家里面的 那个储存在 堂堂观光里面的 或者地窖里面的 那个粮食啊 和其他的重要的 有这样子东西 把它保护起来 所以他们就想一个 办法去建立城墙 让大家都尽量地 住在城内 这样一来的话呢 通过城墙 把大家保护起来 然后呢 又防卫 外地的这个路侵 但是当初 是因为这个地太平了 逼着他们 要想办法 建立人工的这个城墙 达到防卫的 规避风险的这个效果 所以这个里面跟 就是说暴力风险 战争风险 是他们最初被吹升了 要建立这个城墙的 这个 采取这个行动的 但是这个城墙 一旦建立起来 当初的人没想到的就是 你把这么多的人 围在城里边 在那边长期的生活 那如果没有规则和秩序啊 那这个人会经常打架的 暴力又会更高的 所以呢 当时的可能 大概在六千多年以前呢 在里县的那个城墙里边的人呢 那些精英啊 就开始想 我们必须要建立一些规矩 然后呢 要让有一些有能力的人呢 也许是选举了 也许是大家讨论了以后 OK 就让张三 我们都信得过他 因为他作为老大 所以他这个城内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是不是能够结构化 社会结构是不是层级化呀 所以这个复杂的不平等社会 等级社会啊 就这样子 因为建了城墙就出现了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就逼到那个 李县当时的范围之内的 那个地区的人 必须要很小就要掌握 怎么样治理好这个社会 把各个不同的个体啊 家庭啊 给他管理的 更好让大家尽量的避免暴力 避免打架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 那边的人呢 就比起湖南其他的地方的人呢 就更早就学会了治理这个社会 跟别人相处 所以管理大的组织 像现在管理大的公司一样 也是有很大的挑战 当时的话 管理那样的被城墙围起来的社会 这个挑战是很大的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 就让那个李县那边的人啊 六千多年以前就开始 对于管理文化 治理复杂的社会 处理好人口密度很高的复杂社会里边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 他们很早就开始了做这方面的探索 然后不断的在后来的六千年的时间里面 不断的把这些经验啊 成功的经验给他总结下来 中国口传了 言传身教了 一代一代的传下来 所以到了今天呢 李县的人 照样还是能够更有能力啊 去做人上人 去做官员 做那个大的组织的这个管理工作 我没有想到这种的知识 是能够跨越这么长的历史 这么长的时代给传承下来的 哇 你千万别小看那个文化 通过言传身教啊 这个传下来的做人的文化 管理人的文化 跟别人打交道 建立规则和秩序的这些文化和这些能力啊 都可以通过言传身教给他传下来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这个湖南 那个长德市 长德地区下面的人 出的官员 包括出的学者 也包括出的企业家 湖南主要两个地方 一个是长德还是岳阳 那个都是在东庭湖边上 东庭湖平原那里一带了 那两个地方的精英呢 是最多的 这个是跟那个 我刚才讲的 他们很早就进入这个 陈振华管理 应对复杂社会啊 这个潮力是有关系的 就跟这个相关的话 就是回到您刚刚说 疫情期间我们 或者是现在各种各样风险期间 我们是不是能够找到 更多的抵御现代风险的 我就觉得有点悲观 因为就感觉这是一个 自发产生的过程 这不是一个人为 能够有人去安排的过程 他可能是自发自下而上 或者是也许会有像 孔子或者亚里士多德 柏拉图一样 突然就是天才式的人物构想 但他大多数还是 慢慢起来的一个过程 不要那么悲观 因为我在书里面 尽管用到这个经济风险的 那些例子的研究比较多 但实际上这个道理啊 可以应用到这个天灾风险 也可以应用到人货风险 所以这个基本的道理的 应该是一样的 而且呢 之所以我说今天呢 我这个书出来 时间点上是正好碰上了 因为他在讲 如果我这个书几年以前 继续高速增长的时候 大家都忙于这个 尽量让自己的财富 多增长 多赚钱的时候 一般的人没那么多兴趣 就考虑说 如果风险事件发生的时候 会怎么样 一般的人可能会觉得 这些跟我们有关系嘛 我们今天赚钱 赚得那么舒服 特别是房地产啊等等 这个觉得 哇 我需要考虑风险吗 好像从来没有面对过 风险的挑战 但是很遗憾的就说 风险也可以是人造的 对 是的 而且越来越是人造的 所以这样一来呢 不管是中国人 还是美国人 还是欧洲人 一旦遭遇了这个苦难 总是会有很多活下的人呢 去想办法要改进 要吃一切长一智 我们怎么样从上次经历的 这些苦难里边 要吸取一些教训 作为一些改革 作为一些创新 然后让我们重新呢 又能够回到这个文明化 规则化 秩序化的这个轨道上来 比如说这个 本来我们讲 全球化之前 各个国家即使发生金融危机 也就是这个国家的人受到影响 其他的国家不用去操什么心 因为不会影响到他们 但是后来08年呢 那次经历让我们看到了 全球金融危机呢 是美国那边起源的 但是呢 全世界各个角落的人 几乎都受到这个影响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就出现一个挑战 那既然一个国家的金融危机 或者经济危机 通过全球化的这个体系啊 会波及到 世界几乎各个国家 那怎么办呢 所以在08年开始了 出现了一个以前没有经历过的 全球各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和财政部 来协调 所以这个G20是一个主要的协调 这个机构之一 但是G20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 各个国家一起来开会 一起来协调 统一的行动啊 要加息都一起加息 要放水 大家一起放水等等 所以当我们问到哈 就是说人类自己就为了应对天灾 燃火风险 自己创造了更多的风险了以后 有没有什么新的应对风险的措施 在最近这些年被发明 然后呢被这个继承下来啊 像那个各个国家央行之间的相互协调 各个国家的财政部之间的相互协调 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我觉得 我觉得接下来可能还有一个会带来风险 而且特别新的是关于就是虚拟的网上世界 有元宇宙这个词已经用烂了 因为我觉得它有意思的地方是一方面 它的确是让信息更加透明化呀 更加像那个跨区域跨时间的合作 资源的分配 还有大量的算法 但是同时它是跨越了国界的 就是我们说国家是一个规避风险的 非常大的一个机器 法律制度规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 规避风险的制度 但其实在这个世界当中 现在所有的这些规则都不存在 我还觉得这一部分是挺有意思的 对 这些也会带来一些新的风险 就是以前没有经历过的 但是这些跨国界的元宇宙的这个出现 还有刚才我们讲到的金融世界 实际上就是另外一个典型的跨越国界 当然这个跟那个物理商品市场的 还有通过这个互联网建立起来的 打通国界的一体化的这个全体化体系 这个都是相互关联在一起了 但是这些变化呢 我觉得在未来啊 我是蛮相信了 会催生出这个最后必须的 大家都接受的这个世界政府 因为各个国家的经济联系 信息联系 金融联系 支持联系 然后互联网的元宇宙更加打通了 但是在那个立法执法这个层面 因为各个国家都是主权国家 所以跨越国界不能够去执法的 当然有也有跨越国界进行执法的那些安排 但是这个都是双方自愿的 根据那个协议啊 来决定 同时呢也可以根据协议来就是放弃的 所以对于越来越这个一体化的 全球化的元宇宙世界 金融世界 经济世界 还有社会文化世界来说 没有一个世界政府 真正的具有这个立法权和执法的手段的 这两者是相互矛盾的 到今后的话 可能会展现出来的问题啊 会越来越多 所以这些我觉得最终呢 会逼得更多的国家都愿意去接收 某一种拥有真正的一些权利的 这个世界政府的出现 这个听起来就太有意思了 因为在您最后几章的时候就描述 无论是金融危机啊 还是疫情 其实都让国家变成了一个特别大的 能够替代到其他所有避险的这个东西的 这样的一个东西 它替代了宗教 替代了宗族来避险 但我没有想到你最后说 还有在这个就是超级国家之外 再建一个全球超级国家 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 这一方面就是给人类啊 特别是在人造风险这个维度上呢 各个国家战俘集中的管控的资源 战俘掌控的权力呢 是越来越高 真的是十五千列的高 你像包括像美国 联邦政府啊 现在每年的预算 动不动的话 就是好几万亿美元 像这次新冠病毒期间 美国联邦政府 给每一个个体啊 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 送的钱 然后呢 给那些小企业送的钱 然后要求那么多的公司和地方呢 关门 这些那个风控管理等等 所以这些的话 借助这个新冠病毒 这一场那个瘟疫危机啊 让美国那个州政府 特别是联邦政府 权力啊 扩张了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啊 我们根据以前的经验呢 经历 因为疫情挑战 扩建权力是很容易的 总是可以找到那个理由 但是一旦那个疫情结束以后 是不是在疫情期间 政府新扩张的这些权力 是不是会放回去呢 没那么容易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我们看到的是 任何一个国家的 现代政府啊 又增加了很多的权力 但是在危机完了以后 不会去把这些权力要给回去 所以日积月累的结果呢 哪怕是最强调小政府的 强调这个个人自由 强调自由选择的美国社会 更不用说英国 德国 法国社会 美国过去的两百多年历史中间 任何一个时期都 权力的数量级这方面 发生了很大很大的变化 所以你说的对 如果在这个基础上 再加一个超越 那个主权国家的世界政府呢 以后怎么办 那个人类个人有的空间 不知道怎么样 自由到底还会剩下多少 这的确是关注人类文明化发展的人呢 都应该去思考的问题 这是我们人类今后 包括今天 尤其是今后呢 会越来越直接面对的这种挑战 对 就如果我们就是站在现在 回过头去看的话 您刚刚有提到嘛 说为什么像东方可能 因为宗族的原因 它在进入到新的一个时代 它没有那些元素 能够抵抗更大的风险 没有办法更大规模的 去组织社会合作和制度创新 但是西方因为之前 已经有了一些这种 非宗族的法人的 或者是就是非人格化的组织 使得它在新的 类似于远洋贸易呀 或者工业革命到来的时候 它已经做好准备了 那现在比方说我们 接着往后面看 可能会出现一个 什么样人类文明的 就是重大转变 但是现在已经看到 不同的社会结构当中 出现了这样的要素 使得我们做好了 这样的准备 就是我知道这个问题 问得比较虚哈 不过这个是蛮有意思 你放心对于我来说 这些问题一点都不虚的 而是非常实际的 非常实的问题啊 因为我在文明的逻辑书里面 强调了 其实人类到目前为止 大致上发明了四大类的 应对风险挑战的 这些机制 第一类这个最早的机制 就我说的是主动应对 风险挑战的 像迷信是最早被发明的 也是为了这个应对风险 和不确定性挑战的 一种反应吧 但是那个相对来是被动 应对风险 人类做出的这个发明 所以在我看来 人类发明的主动应对 管理风险挑战的 主要是有四个方法 四大类机制 第一类的比较早的 就是基于血缘的 像那个婚姻家庭宗族 这个是一类 第二类的话 是基于这个共同信仰的 像基于宗教的 像基督教 有差不多2000年的历史 这是人类到目前为止 除了这个血缘家族 宗族这个体系以外的 活得最久的 这个社会化的组织 第三类的就是市场 尤其是金融市场 当这个里面 包括一般的商业市场 商业市场是跨空间的 物质的配置 但是那个金融市场 更多的关注的是 跨时间的资源的配置 第四大类的创新 就是国家 尤其像福利国家 但是呢 尽管以前 人类大家都在相当的程度上 都依赖血缘网络 宗教组织 包括中国原来的 福庙 少林寺 大家可能有一个印象 就是原来天灾人祸发生了 没饭吃 饿肚子了 没家可归了 你可以到这些寺庙里面 喝一碗粥 也许在那边 他们会让你住几天的 也都可以的 但是 这个一般的教会提供的功能 就比支持 比这个还是要多多了 但是现在的话呢 到了今天 不只是中国 甚至于在欧洲的社会里面 血缘网络 发挥的作用 跟原来比要弱了很多 中国也是 这个宗族被打掉了 宗祠早就 基本上各个地方都已经垮掉 英国破四旧 更加那个什么 那中国社会呢 原来历来就是宗教 发挥的作用是很淡的 很低的 所以呢 就是中国社会 现在主要是靠这个政府 还有就是市场 这两个力量呢 给人们提供那个 配置自己的风险 安排好自己的风险的 这些工具吧 手段吧 这样子 但实际上像在美国 就差不多也是这样子 就是 好了美国主要是靠市场 第二个方面 就是政府提供的一些 福利的帮助 像美国社会 对于血缘组织的 避险的那个依赖的 历来就比较低 今天并不是说等于0 那的原来 我想各个人类社会 对血缘组织的 规避风险的依赖 完全等于0的话 会很难很难 包括婚姻发挥的这个作用 所以在美国社会 血缘网络提供的 避险的这个功能 应对风险挑战的功能 历来就比较低 宗教发挥的作用 也是下降了很多 原来美国有比今天更多的教会 但是很多的美国教会 尤其是你叫到加拿大 到北欧那些地方 很多的教会都被改成为 舞厅啊 健身房啊 这个商店啊 餐馆啊 等等 就是因为人们发现 宗教提供的这个 规避风险的 能的需求啊 越来越少了 所以去 新教的人呢 更多的是精神上的 需要采取的人 所以从这样一来的话 北国 加拿大 各个国家 基本上都是往这个方向 市场和政府 这是人们的这个 剩下的最主要的 这些依赖 所以就其实 也没有什么可风流的了 可能最后 就是未来是没有什么 大风流 未来就是大融合了 但是那个权重 还是不一样的 像中国的话 可能特别是今天 政府对人们 这个生老病死 安生立命的 这个掌控的 这个水平 那个分量 比美国要高很多很多 因为这个里面的话 我们也要看到 经市场完成的 这个避险和资源共享 人际合作的 这些安排 一般的都是基于资源的 你要是不愿意 去买保险 没有人拔的枪 逼着你去买保险 这个完全是 你自己的选择 但是呢 政府这个提供的 这个风险保障 和资源共享 往往是强制性 就一旦有这个法律 法案通过了 那你就 所有的公民都要 相应的交税 所有的公司 也要相应的交税 个人就没有选择 这个空间 嗯 对 我在想就是 如果去看未来的 一个分流 一个比较好的例子 就是应该是探索太空 相当于是寻求宇宙的 下一个新大陆 那中国的选择 跟美国的选择 还挺不一样的 就美国在1980年代 就已经说那个国防军事 是慢慢退出 所以我们有了现在的 Elon Musk做的SpaceX 或者是Amazon的CEO 做的Blue Origin 但中国也就是 这几年开始吧 有了民营的 探索太空的这些公司 可能这个也就是 跟刚刚我们说的 到底是哪个的比重更多 然后是不是市场 能够筹集到更多的资本 应对更多的风险 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了吧 对 是的 是的 其实你讲了这个 我在第九章谈到 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的时候 也谈到这个问题 你讲为什么 17世纪初期 荷兰人来到印度洋以后 他们很快地就把 西班牙和葡萄牙的 那些商船商人给赶下去了 就是有荷兰人 和后来的英国人 来占上风的 其中一个很大的区别的 就是葡萄牙和西班牙 都是有往事 等于是有国家来出钱 来从事这个海上贸易的 但是荷兰和英国 都是商人们 通过这个成立股份 有限责任公司 这些商业组织 来进行海上贸易的 来融资 来分摊风险的 所以他们的风险分摊能力 实际上就比基于国家的资源的 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 就要强很多 跟这些融资的手段 分销风险的手段 有很大的关系 对 如果说就是 如果我们再拉回到现在的话 我们说可能前几年 中国的资本 中国的经济 蓬蓬勃勃往前进 但可能接下来看的就是 中国是不是真的能够保持创新 那就是看是不是社会资本 愿意投入到更多创新当中来 是不是愿意冒这个风险 就包括您说的 就是投资的回报 是不是这些个人都愿意 把风险承担 或者说愿意去获得这个回报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们可以大致上这样来理解 在和平时期 因为过去四十几年 在世界历史上少有的 四十来年里面 没有主要的战争 大家都通过全球化的感兴趣 谈怎么样赚更多的钱 没有人要去担心 那个地缘政治和那个 大的战争风险 所以在大的和平时期呢 这种大一统的这个体制啊 它可以有它的靠模仿 引进成熟的技术 实现快速的发展这方面 可能有它的优势 但是一旦发生那个风险 一旦增长变得非常的不确定 战争风险和其他的风险 挑战变得越来越突出了以后 大一统的这个体制呢 实际上会在我看来 根据我对历史的理解的话呢 是更脆弱的 所以这个荷兰 英国式的和现在美国式的这个 靠市场 靠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在更大的范围之内 就分散风险了 因为它的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可以有多个的 所以在应对风险挑战 这些方面 大一统跟那个 通过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实现高度的分散风险 这个体制 两个体制相比较 一个大一统 一个是高度分散风险 在这种时候 会表现会非常不一样的 这也是为什么 无限的责任 无限的那个利益 也就是无限的风险 可以这么去说 是的 这也是为什么 现在像有一些经济史学者 做了一些分析 从1800年 一直到2018年 这200多年的时间里面 就看看发达国家 跟所谓的发展中国家 在和平时期增长的时候 一般的来讲 新型市场经济 会增长的稍微快一点 不会增长的快那么多 但平均下来稍微快一点 但是一旦发生那个冲击 发生经济衰退 发生经济危机的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下行的幅度 远远会比发达国家 下行的幅度要大很多 往往要大一两倍 这样一来的话 这就为什么 发展中国家 在过去200多年里面 到最后总的结果 是不如发达国家 尽管你看每一年 它增长时期 每一年的增长速度 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 平均来讲 是比发达国家要高一点 但是发展中国家 应对风险的能力 是它的最大的弱效 所以平时可以有 更快的一些发展 但是一旦碰到这个大的 塞一个大的跟斗的时候 发达国家可能 虽然受的冲击很有限 但是发展中国家 就没办法爬起来 但我觉得这里有个悖论 就是刚刚我们说 风险来的时候 现在国家是越来越大政府 福利国家 动用很多很多资产 就它本身就是在 不断不断承担 更多责任的过程当中 但事实上承担更多责任 它又变得更脆弱 就感觉是一个悖论 这个还是不是一个悖论了 因为这个里面的话 一个是有总体的 实际的基本实力 激素实力有多大 这个是有差别的 发达国家更多 发展中国家更弱 还有一个就是 就正因为这些发展中国家 它的资源激素比较低 而这些国家这个体制 就总是搞不好 之所以这些国家 在某一种意义上来说 应对风险能力更差了 就是因为尤其是在 那个面对挑战的时候 这些国家的政府 更加会乱套 而且往往会发生内战 等等这些 还有很多的暴动会出现 就没有更加稳固的 政治法律制度 社会制度 对 所以我这里讲到的 这个风险 不只是经济风险 也包括社会动乱的风险 战争风险 这些的话 恰恰是这个发展中国家的 这些体制 政治和政府是应对不了的 感觉这个就会讲到 就是法学史的学者们 会更加愿意去讨论的 就比方说像英美法系的 不断迭代的法律制度 还是就更加成文法的那种制度 就感觉又跟这个相关了 总的来讲的话 就是说我这个书 我是希望达到的效果是这样子 我本来不是研究文明史 也不是研究文化的这个专家 但是这因为我从小 对自己学到的 被熏陶的很多的观念 包括很多的定论 以前没有机会去反思 但是这些年 特别是我从风险的视角 按照这个分析框架 对于很多原来普遍接受 从来就不去质疑的这些东西 作为一个全面的 整体的这个重新梳理 这个首先是帮助 让我自己对于这个 比如说像迷信 是怎么来的 迷信的作用又是什么 因为我们特别中国社会的人 把迷信历来 就是看得非常的一文不值 都是看成是消极的副作用的 但是我在写这个书 和做这些研究的过程 让我觉得 其实迷信在人类文明化 发展的历史上 发挥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 如果没有迷信 就没有人类社会的秩序 特别是法治等等 都是近代的人类社会 慢慢地 首先在西方建立起来的 包括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如果没有 那么多的迷信作为基础 中华文明就会是空中楼阁 是没办法 而起到一个建构 中国社会秩序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所以靠迷信去提供那个支持 想象的共同体 然后一些婚姻家庭 还有国家的起源 等等这些话题 这些都是我在书里面 当然花的字数比较多 那个篇幅也比较厚 就是因为这些话题要了解透的话 还是我觉得需要从很多不同的方面去讨论 探索追究这些话题 所以我是希望通过这个书能够有更多的人像我一样 对于我们生活的世界 生活的这个社会 更多份的这个了解 这样的话让我们过去日子来 过去生活来 尽管这样的知识 这样的理解 不一定会马上就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房子 更多的车 未必是这样子 但是让我们的对自己的生活的把握 可以更充实一些 对我觉得读这本书的时候 满足了我很大的好奇心吧 因为我觉得每张的论证都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 是非常能够引人入胜的 好 谢谢许涛 嗯 好啊 那今天也非常谢谢程志武老师 好 谢谢 在节目的最后 也欢迎大家来讨论这个话题 因为最近让我们吃惊和愤怒的事还是蛮多的 也反映了很多制度与风险之间的关联吧 所以我想今天程志武老师的分析的角度 可能会让大家有很多想要说的 那我们也会在评论区选出两名听众 分别送出程志武老师 文明的逻辑和财富的逻辑 这两本书 另外上周的道歉中 也说到会选两名听众来满足愿望 但事实上现在我们已经选出了五名听众了 来实现大家的愿望 他们是小王小王小王总 MOUU E等Z SYUU 和明晚吃什么呢 大家的ID 以后可以起得容易念一些 我感觉自己都念不过来 无论如何我们的生小英会来联系大家的 另外我们还看到还有其他的一些愿望 例如是有一些听众给我们报了选题 还有一些说是希望我们的全部主播 能够一起来做节目 那这些我们都在考虑 说不定也会实现 还有想要我们来做周边的 我们的设计师饭团 其实已经想要做了 他去年曾经是把做周边 列入自己的OKR中 但后来发现自己太忙了 所以今年又把这个 从OKR当中给拿掉了 所以大家是可以接着催他 设计周边的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